大家好,我是五仔 我是希哥 我是希5 講這個算不算是娛樂新聞呢? 他曾經是香港最紅的明星 曾經說成龍 他說,嘩,分辨 嘩,厲害 分辨 我覺得就不會是 原因就是 他要變,早就變了 他說,因為這件事 就成為了微博的熱手 什麼事呢? 成龍在微博被披露 他只是被人踢爆 大陸都有娛樂媒體 爆這些大事出來 有時候人們會說 會不會是轉移視線 有什麼大事發生呢? 你知道今天 二十號有印度神童 有什麼什麼成成 到現在還沒有發生 成龍分辨 微博就這樣說 成龍退出 他老婆林鳳嬌 全資持股公司 消息一出登上熱手榜 內容顯示近日 本名 陳廣生 成龍 在北京中泰龍威房地產諮詢有限公司 和另一間 魏房子 豁湖北京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接連出現變更狀況 成龍都退出 兩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都是他老婆林鳳嬌 就是由他全資持股的 此事馬上引來熱議 為何幾十歲才來搞這些事呢? 錢銀作怪 真的不知道 古靈精怪 成龍公司營運總監 朱陳鴻 朱陳鴻耀 這個名字很可愛 就表示 只是公司內部的職務調整 調查了之後 林鳳嬌一直都是百分百的股份持有 亦無更動 亂吹 為何呢? 其實之前有說過 成龍是肯將這些錢全給他老婆 全給他 我之前看過一篇娛樂新聞 是這樣說的 又說原諒他 之後我願意把錢全給他 這樣說 其實這些會不會是 經常說的韭菜論呢? 這些韭菜當然要被人割 成龍沒事了 就不用割 而且我覺得他挺懂得玩這個遊戲 之前說到 我很想念兄弟 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他們又沒有我 又扮 不是扮 不知道 扮一下扮一下 讓人慘扶出來 很慘 總之搞到很慘 然後就 不知道他在玩什麼遊戲 但這件事是上了熱手的 有很多網友互亂揣測 結婚39年的他們 是不是離婚 對此 有個新聞 就是裘正成龍的公司 回應 他們感情很好 沒有 就說沒有離婚這件事 傻的 離婚 離婚更壞 還要分身家 之前那個Bill Gates 離婚 都一說就說分錢 是不是 有錢人怎麼會這麼容易離婚 傻的 這些就是 貧窮限制思想 對 只是以為感情不好就離婚 感情好不好 都是不應該離婚的 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的情況不同 我們猜不到 這兩間公司 是成立在2007年2月 不過 剛好在14年之後的今天 成龍就被發現突然退出公司 令人好奇 不過經過查公開的企業資訊 這兩間公司的股東和股權結構 其實從一開始建立至今 根本沒有改變 都是林鳳嬌 全部持有 成龍只是擔任監視 他的名叫監視 總監的監視 並且沒有佔過任何股份 如今只是卸任 就是成龍不做那個職位 這樣說 就說目前公司 對外營運是正常的 這樣說 哇 他都頗聰明 把東西給他老婆 要把東西轉移 免得一望打盡 對不對 對 這樣就不知道 其實如果要這樣的話 如果他跟他老婆 是沒有註冊 還要穩陣 要什麼事都完全不關事 他還要穩陣 我不知道 這些也要傳媒自己說 網民就八卦 到底發生什麼事 有些人就說 人家的私事 你來做什麼 多點關注他的作品 這樣 有些人就是猜 離婚這件事 得淡笑 說他的兒子 前一陣子和柯鎮東 都哭了 做直播 這兩個兒子 那時候 一起被人拘捕了 在大陸 柯鎮東 就30歲生的 原來這麼小 就邀請房祖明 一起做直播 就一起鞠躬自協 就說我們錯了 唉 幾十年前的事 說你做什麼 現在2021年 很久之前的事 我們錯了 你們的錯 錯就錯 你們是公眾人物 柯鎮東最近被譯 在家裡經常開直播 兩天前生日 30歲 晚上在網上開直播 一度落淚表示 這七年 很多人都沒有跟他說生日快樂 沒有了朋友 真是慘 之後 就邀請了二十幾個藝人 好友 連線一起播 聯播 當中 最矚目的是 2014年 跟他 一起 因為大麻被捕的房祖明 就是成龍的兒子 就說 兩個人 就相隔 七年 首度同框 齊齊對事件 表示要認真 和大家道歉 以及承諾 一起 變得更好 唉 不用了 關人鬼事 這些事情 中間藏了很多花生 就可以了 不是 做甚麼 真的沒有事 你跟那個官說 對 你都得到應有的懲罰 其實他們兩個本身 真的不錯 發展得不錯 柯鎮東和房祖明 甚麼都沒有了 甚麼都沒有了 房祖明以前是香港 很多男主角 他的戲 你說好不好 就好像一個翻版成龍 不懂得打的成龍 是吧 好不好就 成龍會打的嗎 會 習技 不懂搏擊 也會一些雜耍 沒有動作的成龍 做文氣 為甚麼一定要看他 成龍的兒子 其實都一定有這樣的人脈 可以令他做到某些崗位 突然間這幾年 就是完全消聲匿跡 他的樣子都沒有怎樣變 都是成龍的樣子 這些都是找一些世藝玩 其實你說錯不錯 不用跟大家道歉 這些 關人鬼事 錯錯錯 他們是公眾人物 可能會嫁壞小孩 他就說 房祖明趕及 在零時零分加入 柯鎮東的直播 自然首次做直播的 房祖明和柯鎮東一起 就換上這個 咪高峰圖案的類鏡 就好像開記者會一樣 那樣 邊喝邊做直播的柯鎮東 此時 而是醉意 喝著酒做 唉 其實這些 你說錯 他是錯比法律 如果你說 喝酒和軟性毒品 有些人放在 不是軟性 硬性 你說毒品 大麻 酒精和大麻 基本上 酒精的破壞 比大麻更加嚴重 他是錯 他是錯甚麼 他錯比法律 是啊 你問我 我都不建議 喝酒直播 喝酒更傷身 大麻都傷 喝酒更傷 你告訴我 喝著酒 我們錯了 搞笑 總之不要碰傷心事 傷身事 他說 一齊向大家道歉 我們犯法 舊事重看 沒有人想知道 可想而知 其實他們 在這幾年裡 很沒什麼 當然沒什麼 兩個都很有錢 超有錢 超有錢 我不知道 成龍的兒子也沒有錢 成龍的兒子有錢 柯震東有甚麼錢 我不知道 曾經做過男主角 他沒錢就轉了行 那倒是 但他應該也沒什麼 說到這些 就是他們最近的近況 這些其實是關人鬼事 不用的 這些 你自己知道的 你要玩這些 都不要讓人知道 你走去 一些合法的國家 這些 不用說那麼多 其實你說娛樂圈 我覺得 太多東西看了 現在 他不見了這七年 都改朝換代 全部變成網紅 房祖明現在才說 首次做直播 哈哈 嘔啦 嘔啦 即是歐了 現在出來的十多歲 拜拜 真的十多歲 沒有的 你們都找找世藝 其實 比這些藝人還差 再回身 我看不到有 有一個 有一個好店 其餘的很多都不行 在亞洲 譬如 關卓耀 關卓耀 簡直是 誰死掙扎 唱歌 那個 叫甚麼 不好看 衛斯 這些全部 香港就真的 已經覺得好像沒有市場 但是在世界各地有一個超厲害 比販毒還要坐牢 超厲害 你猜一下 誰 他曾經一度成為 荷里活 最賺錢的男明星 誰 就是羅伯唐里 Iron Man Iron Man 是壞了 不過那時候還沒出名 還沒出名 他是一個 荷里活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的兒子 他一定是有副幹才可以重新醉 以前那個年代歐美那些 又吸道 甚至都會原諒他 又強姦又行 但是現在不行 現在有cancel you 現在有些人會搞他們 現在不可以這麼瘋 總之叫大家不要做錯事 這些不要以身事法 講開這些紅磅磅的 我們先講一下黃圈 這件事不能夠說一集 但都拿來講一下 有個女生叫寶欣 寶欣是甚麼人 喜哥 好像你比較熟 Facebook很厲害 很多人看他拍食物 他紅了之後 都有一些美容院那些 女人的工作 他有很多工作 是嗎 搞笑 又說鬥黃人 成功逼到有一個黃色藝人 脫離黃色經濟圈 脫黃圈 寶欣這樣說 其實不用失望 只要不要再當我是黃 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經常見到的留言 已經覺得很煩很困擾 節目本來是普通話的 用普通話接受訪問有甚麼問題呢 你說我上港台接受訪問 是不應該 大把人都上 但為甚麼這麼雙重標準呢 最近八達通和外賣APP 都找很多你們覺得黃的藝人宣傳 反應不一樣那麼好 反應那麼兩極 是否因為我欺負一點 如果你是因為我是黃而追蹤我的話 真心覺得離開會比較適合 恐怕我做不到你們的要求 亦不想經常爭吵下去 直接不看 你不用失望 你亦不用那麼辛苦 不夾就算了 不要糾纏 他勸人 如果你是因為木王才看我 麻煩你拜拜 這是甚麼意思 我明白 他第一句就說 你不用失望 因為很多人經常跟我說 五仔我對你很失望 嘩 我對我自己也沒有期望 我想說 你覺得你對香港有甚麼期望 我問回你們 真的 你對香港有甚麼期望 我天天講新聞 你對香港有甚麼期望 我看著香港一路一路 黑一點又黑一點又灰一點 現在報紙都快沒有 那間報紙大家都可能快要倒閉了 在說 糧都沒得出 是嗎 你對香港有甚麼期望 我對香港沒有期望 有甚麼期望 你以前就說 發夢 大家出來發夢 經常都說我出來發夢 他們都是發夢 他說 想著可以怎樣 又說經濟 懲罰別人 全部組成勢力 黃色又在那裏 杯葛藍 幫襯藍 現在怎樣 你說你自己說 又food powder 又調味 又美心 又麥當勞 你想怎樣 我覺得 你覺得好像以前的世界 你是在發夢的時候 我想你還未睡醒 現在的時勢是甚麼時勢呢 有誰就帶領你出來 剛剛有個女生放監出來 有幾十人在後面跑 我覺得 我也說了 在新聞上 你不要弄到那女生再進去坐牢 我說 他們是為你坐牢 很可憐 很可憐 你說 如果有香港人有份 你支持這件事 我每人進去 我待他坐一天 一人待他坐一天 我舉手進去 如果可以這樣 一天 大家待 輪住今天 你這樣 因為大家有份 但不是 你在網上大大聲 坐牢的就是姓周那個 很可憐 那些是被人叫槍打出頭了 以前的時勢不同 你不是這樣 難道你支持甚麼政權嗎 我對你很失望 現在人家很可憐 最可憐的是寶欣 我告訴你 他在這個 第二十二樓 有人說了 他說 如果因為被人打壓 為了保命 不出聲 我都明白 但是 這個女生 堅持發聲 竟然被自己有鬥王 鬥到心灰意冷 你有甚麼好說 人家都不夠半個月 之前已經出了聲 6月9號 寶欣自己寫 兩年前 我們仍然滿懷希望的香港人 認為人民的力量可以令政府撤回惡法 所以和平上街表達訴求 是和平上街 不是說做甚麼暴力事件 破壞甚麼 不是 他說是和平上街 兩年後 他說 我們已經失去上街遊行集會自由權利 他說 連同對未來的希望也被剝奪 很多人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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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坐監的坐監 我講的這句 他說 大家都不由自主 雖然看似絕望 但是我們仍未放棄 至少還未忘記 一起盡力做共勉之 是的 有甚麼就盡力做 現在都不是分黃藍了 大哥 你們都很生氣 連登仔 我那天在咖啡店走過 放了兩棟蘋果出來 人家不用說自己是黃店嗎 香港人覺得有甚麼是對的 你就做 要捍衛甚麼自由 你就做 你還要分山頭 現在是黑社會嗎 你不是甚麼就不是甚麼 我對你很失望 好煩的這班的鬥黃 真是很煩的 不是第一次的了 這班人 他們不是 如果你分勢力 用來做甚麼呢 團結香港人 是吧 排除 你們不對 甚麼甚麼你就說 不是現在 自己人打自己人 你女生現在6月9號才剛出聲 今天是多少 20號 11日前 人家沒有發聲嗎 你說甚麼 六四不發聲那些被你鬥 之前說我不發聲 就是我仆街 沒有東西給你鬥兩夜 杜汶澤都說你鬥就鬥 插勢力一點 但不是的 哇 你這樣搞人家 我所以 就是我阿寶欣這些小聽的節目 我經常都說 這些人根本上 搞不打八 喂 以前 你就說 團結香港人 搞搞下 原來 根本上就是中了人家的圈套 和你老爸 自己在家裡 和你老爸在那裡吵架 搞到 真的 我也不知道今天 這個父親節 煩幾多人出來 是吃得安樂的 是的 沒有的 香港人這樣搞 你只要搞下搞下 好像寶欣一樣 走了 走下一個 之前有些人說 吳仔 之前又說甚麼 又說出賣甚麼 有甚麼出賣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 是我又沒有戴頭盔 我又沒有畫髒了臉 就是見到有些事情 不妥當 就出聲 就是見到這些 你不要說你們對寶欣失望 我見到那些鬥王傻 說這些話 我對你們都很失望 香港人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對你們這樣 香港的 我相信是年輕人 這些新一輩 我真的很失望 是的 他都說雙重標準 為甚麼那些偶像就行 他都不是甚麼 為甚麼又不行 是吧 所以說 之前我們 叫做清醒的網友都說 他可能 有些基本上 是內鬼來的 就是要搞到你們 雞犬不靈 自己人 打自己人 我剛剛看了手捲煙 台灣那個說 你們的香港人 就是自己人 打自己人 然後全部死了 是吧 是呀 看到那一下很有同感 最後那一下 你們香港人自己人 你自己打自己 我甚麼都沒有做過 然後走了去 你明不明白 鬥鬥鬥 鬥來做甚麼 鬥完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做港督 鬥 團結都未認識 團結又不認識 只是認識在這裡 說人家不對 不對 自己就躲在一個鍵盤後面 樣子又不出 又不是甚麼公眾人物 你說你是公眾人物 出來 說說你究竟說 甚麼 現在沒人搞這些事 周庭都說先休息一下 麻煩你們班人早休息一下 我告訴你 我見一宗這些 我留一宗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按一下留言給LIKE 拜拜